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先進大家好 那有請部長跟副主委 這個通傳會副主委 好請部長還有我們副主委 這個部長副主委主席 你好 副主委你好 我這邊給了一份資料 那是因為我不太滿意 這個NCC今天給的報告資料 我直接去他網站上面 叫做全民直接重審 中佳案 這是 我想副主委這是你們網站上面的資料 是你們對中佳案的解釋 各位如果看了這上面的資料 就可以知道NCC對這個事情 態度有多傲慢 他在網上講要跟全民報告 全民直接重審 那我在附了資料的第一頁 各位我是把第六頁拿上來 剛才前面兩位 兩位委員質詢的時候 NCC都說有我們有20項 附帶承諾 要求他去做 我只請各位看第六頁 這20項怎麼辦呢 他叫中佳內部成立專案小組 控管各項承諾相關四項執行進度 並半年呈報本會 求援兼裁判 你是要去監視監督 中佳被併購之後的行為 結果你叫他們內部 自己成立專案小組 NCC每天都在監看所有的有線台 為什麼NCC不叫所有有線台 自己去每半個月提一個報告給你就好 自己去報告說我做錯哪些事 對中佳案 20項承諾 叫中佳自己內部成立專案小組 每半年報告一次 各位 這是哪門子的監督啊 更有趣的是 其實 黨政軍退出媒體 這一條要不要修可以討論 可是NCC在這個縮帖上面 Q&A裡面 各位看到他的第一頁 也就是第五頁 對不起Q&A的第一條 遠傳電信以持有公司在方式投資有線電視 是否違反黨政退出 廣電媒體條款 NCC非常清楚 背後金主就是遠傳 遠傳不行 他這邊講說 可是他申請人不叫遠傳 請看下一頁 遠傳的老闆 遠傳的財務長 尹德陽坦言 複雜的交易制度 是為了回避台灣現階段 黨政軍條款 一旦條款解除 馬上會以再轉股 買進中家網路股權 成為大股東 業者都跟你講他要怎麼幹 我們NCC講說沒有 買的人不叫遠傳 遠傳協理 朗雅林直言 透過以再權持有方式 遠傳對中家沒有持股 這樣迂回的目的就是 為了避開黨政軍條款 未來若條款放寬或解除 遠傳當然主導中家網路 業者大聲的講 NCC拼命的護航 這個結構是什麼 外商是人頭 NCC知不知道 知道 Q&A裡面講了半天 20項承諾裡面都是在防止 被併購以後的中家 跟遠傳之間的關係 迴避黨政軍條款更有趣 請各位翻開回到第一頁 也就是第六項 第六頁那邊 下一頁 NCC講得非常好聽 他說法治國啊 也必須依法行政 不能任意以人民 規避法律為藉口 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聽起來正義秉燃 完全依法執政 人民啊 人民如果迴避法律 只要他沒有違法 你也不能加以法律之限制 跟各位報告 你如果看到韭策啊 那個燈在閃的時候 你聽到路邊 說對不起我要睡覺 我沒有在開車 你還是會被拉出來做韭策的 請問副主委 各位 財團是不是人民 應該是 應該是 所以我這句話可不可以改成 法治國家之政府也必須依法行政 不能任意以財團規避法律為藉口 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各位這句話聽起來如何 財團有沒有能力規避法律 有 可是我跟副主委報告 很多財團看了中家案 在家裡撞牆 他說原來NCC可以幫我回避法律 其他幾個併購案 他們自己成立公司 完全斷絕所謂黨政軍關係 結果發現 遠傳 用債權的方式來控制 NCC竟然大力護航 所以我覺得我這邊講財團 真的對很多財團對不起 為什麼NCC對這個財團這麼好 所以請問副主委 徐旭東是不是人民 是 所以我這句話可不可以講 法治國家的政府也必須依法行政 這是你們的句子 不能任意以徐旭東規避法律為藉口 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是不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NCC裡面這麼多專家學者 不要做護航 請問最後一句話可以聽嗎 徐旭東如果能規避法律 能規避法律 所以不能對他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這個事情分明可以解套 NCC如果對黨政軍條款有意見 提出修法 讓所有的財團 在一樣的公平條件下競爭 不是 對遠東開大門 各位 Q&A裡面多麼義正秉燃 他說 如果各位有 資料 他會講 本案具有高度 第十一個QC 為何在政黨輪替之際 未代新政府組成 禁制做成本案決定 他說他們是獨立機關 需要專業化去政治化 及充分顧及社會多元價值 是特殊公共事務執行裁決 請問副主委 獨立機關可以不接受監督嗎 獨立機關沒有政治立場嗎 此案沒有政治干預嗎 此案沒有為護航特定財團嗎 我不要講財團 很多財團遵守 黨政軍的規定 自己成立公司來購買 來做進行併購 我想請問遠傳 為何可以條件這麼好 下一頁 請問 遠傳除了國內黨政軍的問題之外 有沒有對岸黨政軍的問題 下一頁 下一頁 遠傳跟華為 中國解放軍背景的 中國華為公司 2021年曾取得遠傳 亞太電信通訊 網路設備標案 立委優各支外線 遠傳有沒有跟中國移動 簽過 意象書 當我們在防台灣的黨政軍的時候 請問NCC有在防對岸的黨政軍嗎 請問NCC有關心 所謂媒體的紅色供應鏈嗎 百分之六十八點一的民眾疑慮中國透過媒體露台 對不起主委不在 請問副主委有聽到嗎 下一個 各位知道本案沒有中資只是根據什麼 請問請看Q7 本案投資人境外是否有中資持股 依申請人承報經濟部投審會之聲明 請問NCC有進行調查嗎 未來投審會裡面有國安單位的人進入 投審會未來要不要針對這個不只是聲明 而是進行實質的調查 依申請人承報 誰會去承報我有錄資 而且就像我前面講 所謂錄資的定義 華為是單純的錄資 還是黨政軍 還是對岸的黨政軍 下一頁 下一頁 所以我要問的是 副主委 你們 還覺得你們這個案子沒有問題嗎 這個 這個 剛才委員垂巡道的時候 這個 投資案股權移轉案有沒有錄資 那個NHP它是 它是一個封閉型的基金 那麼這裡面的所有的投資人都很確 副主委 我在問的是 你們分明知道背後就是遠傳嗎 你們也知道說它在迴避黨政軍條款 那你們為什麼還要幫它去設想 還要講說 如果它真的是 黨政軍解除它入股之後還要重新審查 講著議政辭言 我前面回到我們講迴避法律這一塊 人民迴避法律 財團可以嗎 徐旭東可以嗎 這裡面有沒有比例原則在這邊 你這邊有部長在這邊 這就是台灣民眾現在最擔心的 所有東西都用法律之名 用人民之名 所以有最後結果 是在圖利特定的財團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我來說明一下 人民跟政府都必須依照現行的法律 好 謝謝 請回座 謝謝我們徐委員